2月24号是葬礼新年大年初一 依照传统,四川省阿爸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家庭 会在这天通过微丧、撒龙达、聚会等活动庆祝新年到来 今年是中国第二大藏区四川藏区实现全域脱贫摘帽后的第一个葬礼新年 与往年不同,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阿爸州红原县的大街小巷略显冷清 但走到住户家中却又是一番热闹景象 红原县麦娃香洞拉村村民贡求让鹅的妻子一大早就在厨房忙活 临近午时,金色的藏式茶几便被奶茶、人参果、手抓肉摆放得满满当当 贡求让鹅一家换上节日的盛装围坐在桌子旁 一场家庭村晚正在举行 今天是奖励新年初一 新年初一我们全家在一起团圆 对于初一是非常值得祝贺的 往年新年我们春过年气氛非常浓厚 有射箭、骑马、歌舞等各种节目 今年全国各地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各方面都在教育宣传 各方面都在采取措施 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让各自待在家里 不与别人接触 我们家人为了安全都待在家里 截至24号零时 阿爸州已连续24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阿爸州红源县麦娃乡党委副书记黄志明表示 目前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红源县全县上下不断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民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葬礼新年 要确保老百姓在家过年 也不能相互传门 宣传组的通知 然后要充分利用我们两个村上的广播水备 然后同时加上我们的流动宣传车 然后要循环地在两个层里面进行不停的宣讲 用掌汗双语的要让把卫星都听得到 然后同时就入腹座 入腹座来要把我们前期做出来的 这些掌汗双语的相关的宣传资料 发放在每家每家的牧民的手上 要给牧民把相关的政策要求讲清楚 但是要让卫星把脸过好 走进阿巴州阿巴县隆藏乡村民上嘎的家中 浓浓的奶茶香味扑面而来 桌上摆着寓意无骨丰登的切码 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饭喝茶 和往年不一样 今年我们是在家 向亲朋好友拜年 用微信护振祝福 以往葬礼新年大年初一 入尔盖县巴西镇班幼村的每个家庭 都会派一位男性代表上山微丧祭神 且以第一个微丧为荣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村民们都取消上山微丧活动 各自在家中微丧祈福 天色刚亮 村民维马夺基便开始准备微丧所需要的东西 维马夺基告诉记者 他去年当上了村里的公益性生态护林员 加上自己草场的租金 一年纯收入3.4万元人民币 两个小孙子享受民族地区15年免费教育政策 读书不花一分钱 日子越来越红火的维马夺基说 他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原来我家生活特别贫困 吃穿都有困难 自从脱贫攻坚政策落实后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在学生的学费和医疗保险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非常感谢国家的帮助 现在武汉发生疫情 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